K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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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訴求就是撤案 張化綫不缺粉化爐 不應該要增加這麼多的粉化爐 還有 金鼎粉碗路滾出去 滾出去 滾出去 正式開始 我是施怡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踴躍出席說明會 然後關心的地方環保公眾事務 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今天就是要問你 你今天跟誰溝通 你在地裡找了誰 你跟哪個民眾講過了 你有沒有清楚的闡述你 今天你要做的這個計畫 你的內容是什麼 你將來你之前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人家不信任 為什麼人家不願意接受 你沒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啊 你沒有讓人家安心啊 大家都健康有疑慮啊 所以今天大家站出來反對啊 你有什麼說服大家 我是胡錦香掌 我代表所有反對的人 來跟大會來提出抗議 抗議 抗議 歡迎了 歡迎 現在在反對的都是 都是環保流亡 尤其是四月一樣 你就是環保流亡 我坦白的跟你講 謝謝你 你不要這樣 炒大了 你如果要人家負錢 你就是要負錢 你就是要負錢 本來跟本公司的相關的同僚 包括今天的主持人 那個世宜 我們今天從來沒有侮辱任何一個人 今天的會議是公開說明會 是剛剛講的拼命正版兩位 我想剛剛大家 你也表達你的意見 我想我順 官司會說明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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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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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len 你 我來 你 你吃 兩顆 兩顆 很大 今天是金底粉化炉又再次召開施工說明會 然後這個施工說明會 其實就是他們環評階段一個很重要的 需要完備的程序 那去年在3月31號他們有召開過一次 那去年在3月31號他們有召開過一次 那因為居民就是非常反對 所以有杯葛這個會議 所以他們今天又再次要來 要來闖關要完備這個 這個說明會的程序 那他後續就可以進行 後續的程序就可以動工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關鍵的 就是有動員了非常多的製救會 還有在地的居民要來 杯個這場會議 但是我剛剛因為會議是10點開始 我剛剛8點半之前到現場就發現 業者已經動員了非常多的支持者 然後也簽名了 然後有做進了這個會場 因為彰化縣目前就已經有9座粉化爐 基本上是全國密度最高的 那金頸粉化爐它是其實有兩座 等於加在一起如果金頸粉化爐 通過彰化縣就有11座的粉化爐 非常的誇張 彰化縣是農業大縣 而且我們本身的環境的污染 就非常嚴重的北中火南六青 然後現在又要增加新的兩座粉化爐 我想彰化縣已經沒有辦法 再承受這麼多的污染 尤其彰化縣是剛剛農業大縣講過 雞蛋是全國的生產量第一 蔬菜還有整個漁產的養殖 都是全國數一數二的 所以其實這些農產品或者是漁產品 其實是會消亡全國的 現在大家非常擔心的這個食安的問題 其實在彰化縣 我們現在就會面臨到這個狀況 如果彰化縣在持續的污染下去 全國都會吃到彰化縣污染的蔬菜水果跟漁產 而且林佳龍總統府秘書長在選前1月6號 1月5號延續兩天都公開宣誓 焚化爐不會蓋 那中央都做出了這樣的宣誓 我們也希望中央可以來兌現他的承諾 那我們今天也是自救會跟居民 會持續的努力讓這個說明會留會 然後希望中央也可以兌現他的承諾 激estyle 激州的火候 濁州的火候 濁州大ик 濁州了 激州大 put 濁州城 濁州大放放放放吉 濁州大王 我們有支持有反對的聲音 反對的聲音在叫叫 我們就不要去呼和他 就給他自己一個人在那裡叫 不要把會場弄亂了 大家做好的就做下來 我們這一些都是支持的 有正義使者 明明就有反對聲音才能支持 那個興奮無底聲 興奮無底度 香港冷凍庫 香港自衛冷凍庫 氣力這樣怎麼會發達 氣力清潔 如果要不賭 當然是要有混亂 尤其世衛會機物的混亂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沒有 世衛會機物沒地方去搔的話 那你要用掩埋的嗎 用掩埋的是500年還消化不了 小小的 現在可以燃燒 燃燒以後 變電能 還可以發電 為什麼不要呢 你應該要抗議 要去抗議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或者是六千 那個是最毒的 六千的風都往這邊飄 你們不去抗議那個來抗議新的東西 你們喔 你留到床了 你們剛剛在說要說 要發動五百人 所以我們要請保全來保護我們啊 我們會怕啊 不對嗎 有請保全有錯嗎 主席麻煩你裁示一下 程序發言 這個是你們民進黨的政策咧 要發電咧 要抗議 請問一下主席是誰 講一下 不管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一般老百姓 我們都會給你登記時間發言 請你票 請你票 請尊重這個會議 在會議現場是一個粗迷會 我告訴你 不要用民意代表身份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我們要上法院的話 奉陪 請你放下麥克風 這裡不是你可以拿麥克風的地方 這裡不是你是粗迷會 這是我們開粗迷會的地方 你為什麼拿麥克風進來 金鼎公司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七條以及經濟產業發展署的規定 今天在張兵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舉行雙議會 邀請各主管機關地方代表 當地居民以及各團體代表參加 上下各位詳細解報 並讓各方意見充分表達 會議的主席 金鼎公司董事長 劉佳軍 三 abbiamo 我們本来 both IT 到這次 三次 三次 好 比賽一次 比賽一次 要不問你們 所以 對我們整個回憶的議程 要用盡的方法 然後說進入之中 我們剛剛跟英哥報告 這個案子是為了解決 現在廢棄物處理設施容量不足 廢棄物設施老舊 然後符合現在國際的潮流 然後循環經濟 我想簡單的來說明 然後再請第二位 打請陳委員 市長您所說的環評會議 其實我一場沒被報請過 我也沒參加過 所以你們從一開始的環評我沒有參與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去做說明 我不知道你們在環評會議裡面怎麼表述 今天到場的 當然您說的有贊成的聲音 但是有很多反對的聲音進入來 那我要請教您 您說的在地的反對的聲音趨緩 請問您跟誰溝通 你找了誰溝通 你跟在地的誰溝通 你告訴我 你給我資料 你給我數據 說你真的跟在地的民眾講過了 讓他們能夠理解你們所做的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今天大家來反對 就是因為大家不信任 而且你們沒有確實跟在地做好這個溝通的這個平台 完全沒有 我今天接收到了全部是反對的聲音 你看今天這麼多民眾來 108年開始 經濟部做這個案子 做地方上的溝通 我想跟我們之前都有相關的會議 記錄的各邀請地方上的人士 第一個我要說明的 經濟部依照的這樣的程序 然後也邀請了地方跟相關的相鎮公所 現在我們跟村民來跟一些神學者 召開了這個會議 召開了會議之後 來依應促三法裡面就開公開的招商說明會 公開的招商說明會也完成了 那我們經濟得標以後 那我們得標是在109年的時候 109年我們得標以後 我們就來在地 給標請的在地的非常多的鄉鎮公所 我想我們有會議紀錄都可以留下來給 經濟部都查得到 所以在這部份的說明會以後 那我們就制法做談評 談評的時候我們剛剛講的 111年通過 我們109年開始做談評 我們在110年的2月份 在送韓州市送韓國署之前 我們也在這個地方上也辦了幾次的說明會 好厲害 跟他謝謝行李永審議長 已經進行完畢結論奉獲 我們再會星上 結束完畢 會不會結束也謝謝所有參加 band 認識點方向 5月1號 各位1號 我們剛才講的話 跟他排隊哥 走所以這間對方 8年比紙時講還要多 我們都一一一記錄到整個大會記錄裡面 所以不要說我們沒有溝通 我們通通會依法上到經濟部 所以這次公開的會議 不是黑箱會議 當然有最更更就在地的這些同事 就是這些 謝謝各位 我們會繼續溝通 今天歡迎永遠結束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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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 主持人物散會 大家安心 慢慢的禮奇 不要急撞 不要推撞 臉的受傷 大家放心 不要讓他抵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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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